新聞請說話 帶您看世界 我是黃明明 重要的財經消息 要告訴您 臺灣的印刷電路板工廠 禁國 今天暫停股票交易 並且在下午召開眾訊記者會 宣布將在十二月二十五號 關閉臺灣工廠的生產線 把訂單轉到中國的子公司 同時也傳出將會大量解雇 三百多名員工 只留下大約八十人 我們是沒辦法知道 員工都是很正常在上下班 即十八號股票暫停交易一天 也是今年第二次停牌 印刷電路板PCB大廠禁國 位在新北市樹林的公司 一早獲譽快遞人員仍照常進出 而禁國下午召開眾訊記者會 宣布將在十二月二十五號 停止臺灣廠的生產計畫 把訂單轉往子公司 進入電子中國廠生產 而其實禁國今年八月 也才出售泰國廠的百分之百股權 給中資 根據禁國上半年銷售比重 主要以記憶體模組版電腦零件 和網通類產品為主 禁國表示疫情後 整體消費性電子產業不景氣 加上原物料成本上漲 使臺灣廠自二零二二年起 已連續虧損三年 直說停止臺灣生產線是不得不的決定 禁國強調組織調整的過程中 會依法保障員工成立 新北市勞工局九月份 就有收到相關消息 目前廠內員工包括外籍 一工一百零三人 共計有四百一十一人 預計會留下約八十人 處理後續訂單 與中國廠相關業務 實際資遣人數達到三百三十人 建國指出將一就業服務法列策通報 主管機關辦理大量解雇員工 之前通報日預計為十月九號 生肖日則會在十二月下旬 綜合報導 臺灣的半導體業 在全球居於領先地位 近年來也跟各國進行合作 包括捷克在內 位在捷克布魯諾的 先進晶片設計研究中心 將在這個月中旬開幕 現在就讓公事國際記者 帶您到當地深入了解 近年來 臺灣與捷克展開多項半導體合作 其中先進晶片設計研究中心 預計十月中在布爾諾開幕 先進晶片設計研究中心 位在捷克第二大城布爾諾 專注晶片設計 材料科學 汽車等產業的研發應用 我認為是一種原因 為何臺灣選擇我們 為了英國的夥伴 我們已經有某種種類似 在整個系統 一組合 包括臺灣的同學 從臺灣的學校 從臺灣的公司 和一位研究團 尺寸的研究團 他們會合作 在共同研究中心 先進晶片設計研究中心 由臺灣國研院與捷克網路安全中心合作 期盼加強晶片設計的安全性 培人才也是發展半導體產業不可或缺的一環 因此捷克學生被送去臺灣學習如何設計 生產與特殊晶片 例如 在這兩月 夏季 秋月和秋月 我們邀請了兩群的學生 去教育 在臺灣特殊學習 所以學生也會學習 整個故事 為何臺灣這麼成功 從疫情到俄屋戰爭 捷克政府意識到不能只仰賴進口晶片 國內必須有自行生產設計與特殊晶片的能力 才能保障國家在關鍵技術上的自主性 尤其是很明顯 從第一季的疫情 我們在我們的自動工業 因為國家在自動工業 當地的階段閉上了 像西方亞洲的自動工業 那裡有一個瘋狂 作為客人 如果你想買一個車 你必須等待一多年 通过跨谱合作 促进双边技术交流 除了加强捷克在半导体供应链的韧性 也能满足未来来 抬升到捷克半导体投资的人才需求 公示国际记者刘玉婷 捷克布尔诺采访报导 接下来您关心 检教单位侦办金华成案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 已经被羁押超过一个月 而检联今天一口气 约谈了十一名证人 包括东森集团总裁王令玲 以及有博弈教父之称的陈盈柱 重点在于厘清可疑的金流 对提问会挥手 东森集团总裁王令玲 以证人身份被约谈 经北剑复训后请回 绕从另一个大门离开 身兼东森电视 与茂德国际的总裁张高祥 也被传唤作证 这波约谈名单 更有现任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以及博弈业者陈盈柱 检联侦办金华城案 距离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积压期满不到一个月 从都委会委员 北市都发局人员 民众党工 微经集团员工 再加上多名被告 已约谈超过五十人 如今调查范围再扩大 从前科办主任李文宗 被收押觐见后 检方持续追经流 八号大动作传唤 十一人以证人身份询问 现在更爆出又有关键人物 柯文哲过去跑行程 都有他在侧 绰号橘子的虚致于 被控仪式贴身帐房 但北剑回应 对方人在境外 是案情结与案件角色 仍待调查理清 爆料内容可以说是 各种乌龙的集大成大集合 到底有什么样的证据 可以这样子入人于罪 然后呢让大家拿着错误的资讯 不断的在为审宪宪判 精华城的容积率争议 到底有没有设备 尚待调查 不过蓝绿议员都关注 检方申请假扣押 精华城土地或准 北市府是否勒令停工 面对精华城 目前处理做法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 也要求主管机关 都发局不予施工刊业 也再次强调 都是依法行政 记者 权光宣谢正琳 台北报道 黑帮暴力猖獗的墨西哥 再度有政治人物遇害 而且这一次情节特别惊悚 今年四十三岁的一位市长 上任才六天 就被残忍的歹徒 斩首示众 而在三天之前 市政府的一位秘书 也遭到枪杀 连续两起案件 是发生在格瑞罗州的首府 这个州向来恶名昭彰 邦派毒枭 争抢地盘 手段相当暴力 去年有多达一千八百九十人丧命 而墨西哥从二零零六年 动用军队展开扫毒战以来 全国已经有四十五万人 死于暴力犯罪 在当地从政更是高风险的行业 今年六月选举期间 总计有三十四名候选人遇害 帮派暴力绝对是墨西哥 新总统上任之后 最严峻的挑战 墨西哥格瑞罗州的首府 期盼新额市 七号地不幸遇害的已故市长 阿科斯举行丧礼 现场涌入大批亲友与市民 送这位年仅四十三岁 才就职不到一星期的市长 最后一程 墨西哥六号晚间 大批监视人员抵达发现 阿科斯遗体的地点 展开勘验工作 现场也拉起封锁线 当地媒体报道 阿科斯招人斩首 被发现时身手异处 头颅还被放在车上展示 社群媒体上也流传许多影像 但都没得到莫国官方证实 墨西哥总统 才刚宣示就职满一星期的 薛恩鲍姆 七号强调 阿科斯的遇害相当不幸 他将尽快召开安全会议 针对此案进行调查 格瑞罗州的州长强调 阿科斯的遇害让人愤怒 阿科斯所处的政党 更呼吁要查明真相 其实就在阿科斯遇害的前几天 棋盘新科市的官员塔皮亚 也遭人杀害 墨西哥今年六月的总统大选 跟地方选举期间 共有三十四名候选人遇害 薛恩邦某六月三号 当选后几个小时 一名女市长就遭人 连开十九枪丧命 也凸显暴力犯罪猖獗 位于南部的格瑞罗州 更是该国最暴力的地区 也是帮派毒枭 争夺地盘的重点 光是二零二三年 当地就有一千八百九十人遇害 墨西哥自二零六年 动用军队展开扫毒战后 全国已有超过四十五万人 因暴力犯罪遇害 还有大批民众下落不明 公主新闻就有请别人一议 介绍带您看 位在欧洲巴尔干半岛的国家 阿尔巴尼亚 政治恶斗 从国会打到了街头 星期一在首都 有好几千人游行示威 要求总理请辞下台 部分民众为了突破封锁线 就向警方投掷汽油弹 爆发激烈的警民冲突 双方都有多人受伤 位在蒂拉拉的政府大楼执政的 社会党总部内政部 以及市政大厅七号遭反政府 示威者团团包围 当局出动了数百名远警 维持秩序 政府大楼门前的示威群众 为了冲破封锁线 向警方投掷汽油弹 警方则是以催炼瓦斯进行驱散 同样的冲突场面 也出现在其他三个示威地点 过程中有多名远警 遭到汽油弹击中受伤 阿尔巴尼亚右翼的民主党 指控社会党总理拉玛贪腐 操控选举介入司法 要求他必须辞职下台 在明年国会大选举行前 由技术官僚组成的过渡政府执政 民主党二零一三年起 就经常以街头暴力的形式 进行反政府示威 一个星期前 为了声援因诬告内政部长 被判一年半徒刑的副主席 萨里安吉 民主党议员将国会座椅 搬到门外焚烧抗议 民主党领导人贝里莎上个月十一号 则是因执政期间的贪婚案 被正式起诉 而贝里莎称这是政治追杀 美国和欧盟都呼吁反对阵营 恢复与执政党沟通 表示暴力冲突 对阿尔巴尼亚的加盟谈判 并没有帮助 欧盟在二零二零年 与阿尔巴尼亚展开入盟谈判 这个月稍晚双方将就法治 民主及之运作 以及反贪腐标准的一致性 进行讨论 恭喜新闻王国文编译 现在我们就请P帅 从刚才的新闻出个题目吧 好的 我要请问观众朋友 刚才新闻发生的地点 阿尔巴尼亚 是位在哪一州 一非洲 二欧洲 三亚洲 想想看 答案是哪一个呢 现在我们先把镜头转到美国 颈风海伦前脚刚走 墨西哥湾又有一个热带风暴 密尔顿 在一天之内就立刻增强到五级飓风 预测明天就会登陆佛罗里达州西岸 到时候当地可能会出现四公尺的风暴潮 佛州准备要进行最近七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疏散 六号下午还是热带风暴的密尔顿 二十四小时内增强为最高等级的五级飓风 将从墨西哥北部尤加敦半岛附近海域 转向东北直扑美国佛州西部 虽然九号登陆时强度将会减弱 仍然可能带来灾难性的暴风 豪雨跟风暴潮 佛州西海岸多个郡进入紧急状态 并进行大规模疏散 公路出现塞爆的车潮 当地居民还在收拾上个飓风海轮 带来的严重灾情 现在又忙着装沙包备战密尔顿 佛州南部圣彼得堡的 全品康纳球场排满绿色型军床 成为紧急救难与工作人员 落脚的大本营 坦帕湾动物园也将动物 移到安全的地方 让他们平安度过飓风考验 美国国家海洋纪大气协会的飓风猎人 也就是绰号为朱小姐的P-3侦察机 8号飞往密尔顿飓风内部 搜集数据帮助了解海上风暴 救灾分秒必争的同时 川普阵营却大量散播谣言 想从国难当中突立 谎称救灾经费被拿去安置非法移民 联邦官员拒绝援助共和党灾民 还有阴谋论称联邦官员利用天气技术 把风暴引到共和党执政区域等等 白宫严正驳斥 并且指出这种谎言十分危险 至于川普自己在佛州也有许多产业 他创立的自家社群平台 真相社群佛州母公司办公室 就位在飓风危险路径上 公事新闻是会中编译 国际情势不稳定 让今年的黄金价格涨幅将近三成 也让非洲最大的黄金生产国加纳 有越来越多人铤而走险 投入了非法采矿 不过这些地下矿场的设备非常简陋 对采矿工人和环境都带来巨大的风险 茂密的森林中出现大大小小的坑洞 采矿工人光着脚丫 徒手在泥水中掏洗搬运 头上的塑胶袋和身上的米袋 就是他们仅有的防护装备 在西非国家加纳 像这样的非法黄金采矿场越来越多 尤其纪念以来金价账附金人 吸引更多人铤而走险 这类采矿场所取得的原始金矿 接着会送到简陋的冶炼厂 以土法加热融化炼制 最后黄澄澄的金块成型 便大功告成 加纳矿业监管机构的数据显示 加纳黄金总产量 有四成来自小型矿场 今年前七个月 小型矿场的黄金产量 并已超越去年全年总产量 达到120万盎司 其中非法接应者占了七八成 业绩人士透露 非法矿场地点偏远 政府鞭长莫及 非常容易落入组织犯罪集团之手 以走私及洗钱方式将黄金卖到国外 尽管非法采金矿 已成许多加纳人赖以为生的出路 也是加纳地下经济的一环 但过程中产生的千拱及硝酸污染 不只会危害矿工的健康 也会对水源和土地带来浩劫 上个月就有民众 愤而走上街头抗议 加纳12月7号即将举行大选 抗议民众向政府施压 希望停止非法采矿 也有候选人提议将非法金矿正常化 由政府接受管理 如何彻底解决非法采矿问题 以成加纳选民关切的热门焦点 故事新闻的会名编译 数位时代的各种新发明 让人眼花缭乱 但是也有人更想要反扑归真 法国有一对夫妻 在八平大的工作室里面自己种菜 用太阳能板来发电 而他们并不孤单 已经有超过一千个家庭共襄盛举 一起尝试这样的环保永续生活 法国工程师查特尔佩隆 和室内设计师普尔茨 为了实现联合国在二零五零年 让全球碳排降距近零的目标 这对夫妻在自己 约八平大的工作室里 以低科技的设备 达到自己自足的生活方式 像在厨房里平时不是用瓦斯炉 就是电磁炉 但他们将炉具的底部 直接连接到外面的太阳能板 节省了七到十倍的能源用量 而且太阳能屋顶隔热效果佳 这表示他们夏天不需要开冷气 冬天也不需要开暖气 屋子的一旁种满了水耕蔬菜 也是他们每天食物的来源 此外潮湿的浴室环境 适合锈针菇生长 于是他们就在浴室周围 种满了锈针菇 每星期还可以采收约1.5公斤 而洗澡也只用花洒淋浴 一般的法国人一天平均水的用量 为149公升 他们的目标是每人每天 只使用30公升的水 最近这对夫妻正在培育 可食用的蟋蟀 他们说吃起来的感觉像虾一样 而且工作室里还养着黑水萌 因为他们可以将腐烂的有机物 转化成高品质的蛋白质 查特佩隆和普尔茨的环保永续生活实验 从今年7月开始 预计在11月初结束 而这引起了包括营养师在内的研究人员注意 并且号召超过一千个家庭 一起在家中尝试各种低科技的生活方式 公事新闻沈陆培编译 现在我们要请P帅来揭晓新闻猜猜看的答案了 好的 我们把焦点转回台湾 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回转寿司餐厅 台湾寿司狼最近又有消费者 把槟榔放上回转台 还自己拍影片上传网路 台湾寿司狼今天表示决定要告了 男子把整包槟榔放上寿司店的回转台上 还笑着拍下影片上传社群平台 影片曝光后引起大批民众留言踏罚 台湾寿司狼八号发出声明 指该顾客行为以引发餐饮卫生疑虑 严重影响商誉 以委托律师采取法律行动就责 台湾寿司狼强调 所有店铺在接货消息后 已完成全面清洁消毒 并会全面加强人员巡检 确保用餐环境安全及卫生 台北市卫生局呼吁 食品安全卫生有赖全民共同维护 消费者应自律 避免污染食品容器具 影响食品卫生 而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也会要求业者需符合卫生规范 消费者如有不恰当行为 可能影响饮食卫生时 应欲归切 探影业者要求从业人员 作业场所设施设备 卫生管理及其品保制度 均应符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 自规定 如果说他本身有一些疾病的话 他手就是他身体都接触到那个冰囊 然后放在我们的回转寿司盘子 然后他可能会间接的污染到 其他食物 今年六月有女大学生 将自己的爬虫类宠物 放上寿司狼餐盘拍照 事后他虽然已经向业者致歉 但台湾寿司狼表示 已经提起民事诉讼 目的在强调食品安全 及用餐环境规范配合的重要性 而日本寿司狼 去年也发生过高中生 舔酱油瓶事件 当时业者也向高中生提告 并且求偿 记者刷林间台报道 真的希望这种事情 不要再发生了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 公式新闻全球化 我是黄明明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明天晚间六点半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